中国与世界这个节目, 同你一起努力打开这道大门 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与世界的节目时段裡面, 跟我们谈谈最新的话题, 今天这个话题可以说很新, 但是也会很未来的,因为还在发展着。 为什麽呢?因为这些是青春的话题, 所以今天邀请了个年轻人,很青春, 真是青春过我很多,我头发要没有呢? 你看他的头发,多青春,多浓密, 还有刘海,哇,真是的, 这些真的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什麽镜等等,很多形象, 跟他差不多,讲那麽多是讲什麽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很多文化, 尤其是通俗文化,普及文化的规限一条一条, 一把一把刀削下来,包括你的形象不可以怎样, 你的制度不可以怎样等等, 大家就觉得,哇,你这样是整个娱乐的产业, 可能是被你打到散的。 所以,今天请来的嘉宾,第一次在我这个节目裡面, 和大家空气中见面,我都答远过,大家一定找到年轻人上来的。 就是什麽呢?这本书,大家可以慢慢看, 等一下可以有些资料给大家看, 就是叫做《寒流是这样练成的》的作者,五其康。 它里面主要是看到,当年韩剧,香港都风波一时, 这个韩潮的文化不止韩剧,韩流的文化是怎样形成了, 是形成救了韩国的一个经济, SARS之后大衰退一个经济的突破点。 但为什麽现在中国又反过来反其道而行呢? 两者比较是怎样呢? 听下这些年轻人所说的话, 为了大家容易做比较, 我倒不如忽然扮认中国的官员, 让他的研究说出, 其实人类, 年轻人的要求和趋向是怎样的。 为什麽呢? 我先补充一点点, 这个年轻人, 他和韩国人聊天, 韩国人分不了他是香港人还是韩国人的, 他是因为要研究韩国的文化, 所以他学韩文, 我最多可以和韩国人聊天, 最多是讲这两句, 其他不懂的。 所以你看看他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 好了,不讲那么多, 首先第一件事, 请教你, 现在国内就是说, 年轻人, 你怎样可以盲目追星? 你应该理智追星, 这个就是国内用的词, 你叫理智追星, 你现在很多做法是不理智的, 就你理解什麽叫做理智, 或者不理智追星? 其实这个话题, 在香港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 因为现在香港, MIRROR和ERROR很受欢迎, 迫爆整个商场, 其实这些文化很老实, 真的很深受日本和韩国的文化影响, 其实现在韩国, 韩流这麽厉害, 因为很多年轻人, 对于流行文化非常追捧, 其实源于韩国人, 对于自己本土的文化是很追捧, 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民族, 很多东西都会以民族为考虑, 他们觉得现在韩国的流行文化, 能够成功, 在世界上很多人都会注意到, 其实他们觉得很光荣, 因为是为他们民族争光, 例如我这本书, 特别会经常说, 上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 即是《上流寄生族》, 因为这部电影真是第一部, 真是在奥斯卡上拿奖的, 最佳电影的大奖, 什么都立了, 其实这件事在韩国很开心, 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 好像有出头了, 好像赢了西方国家, 好像一种自强感觉, 而且它反映了韩国民族的特点, 其实是, 这件事是很独有的, 所以它得到大家的重视, 其实中国也有的, 但是现在中国就说, 你们这样追星不对, 你还说, 不可以学日韩,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韩国追星都很疯狂, 年轻人都很疯狂, 因为他们会为自己偶像, 真是, 可以称得上是倾家荡产的, 例如买, 整班人集资去买一些, 纪念品送给偶像, 去买, 因为他们很特别的, 例如团体组合出碟的时候, 他们会搞一些签名会, 例如, 但是他们的签名会, 不是每个人买一张碟就能签不成的, 是要抽的, 怎样抽呢? 就是每一张碟, 其实他们会有个发行 number, 那便会定期抽一批 number, 这批 number, 你在几月几日, 去哪里呢? 就可以和他们签名了, 即近距离接触了, 所以那些, 哇, 那些歌迷一出碟, 可能买了五百只, 一千只碟, 就是为了抽一张, 入到签名会的入场段, 是这样的, 那这些文化, 其实都, 当然, 韩国当年的时候, 其实都几受日本那种, 90年左右那种, 很多团体的文化影响, 但是在韩国, 就发展得更加厉害, 就是为了令到自己的偶像, 好像可以得到很多人注意, 留意到这些, 但是你说这些是否叫盲目追星? 那看你怎样看? 是的, 你说市场行为, 又不影响他们自己本身工作, 或者是学业的, 应该没问题, 等于当年在香港, 追陈宝珠, 蕭汪汪, 以前再做一个, 就是任建辉, 白雪仙, 一样是, 他有一班粉丝, 都是年轻人, 那为什么中国抗拒日韩文化?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策略上, 因为现在日韩是靠美国, 政治上, 所以日韩不应该学, 你去到很黎民的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就扭起一块, 你觉得, 譬如我举个例子, 现在他说明中国的演艺人士, 不可以, 尤其是男生, 不可以, 很娇娇娇娇的, 一定要阳光之气, 每个人都是革命英雄, 每个人都像做雷锋, 你觉得这些批示, 对演艺事业的影响如何? 就你研究, 其实韩国也有这一类, 但它不会影响整个韩国民族的精神, 中间是如何分辨? 其实说起来, 很多人都会说, 韩国男士, 很多都由头粉面, 整天化妆, 那些, 其实他们扮演娇娇, 其实都是迎合了观众, 因为, 其实都要说, 要说到很一匹部那么长, 说到关于他们的社会文化, 性别的东西, 韩国女性, 大家都会看到, 很多女性面对了不公平的事情, 在韩国, 在地位上比较卑微, 会被男人欺负, 这些情况, 其实令到很多, 例如一些甚至是已婚的人, 反而更加喜欢这些年轻人, 因为已婚的人, 对于自己的丈夫, 没有了一种渴望, 没有了一种渴求爱情那种感觉, 但是他们在这些年轻人那种, 暖男的形象, 很有趣, 很可爱的, 这种形象上令到, 他们觉得, 如果我真的有这样的男朋友, 就很棒了, 这种感觉, 其实这些这样的形象, 突然好像很多人都会学, 这些年轻人会化妆, 遮瑕头, 做得好像很英俊, 其实都是因为, 迎合市场需要的, 所以其实这种性别文化, 其实带很多样的, 其实不是每个韩国男士, 都会这样由头粉面, 做得自己很白白正正的, 其实看电影也好, 他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象, 即是粗犷的, 例如说, 很阳光的, 其实都有的, 很多样的, 其实根本不是一个, 没有距离, 韩国政府没有一个限制, 而且都是靠经理人公司, 或者电影公司制作上, 如何去迎合市场的需求, 是的, 如果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他规定的, 国内规定的, 我扮认国内官员, 你这些头发不行, 我过去了, 过去了, 为什么? 他现在规定, 男性的头发, 不能过前压的, 刘海, 不能遮住, 我就标准了, 不过不是暖男, 我那些真是老男, 所以你说, 他规定这些东西, 反过来, 假保育, 现在古装都长发的, 应该都不合格的, 那些男士, 不过我想一下, 马克思都是长发的, 那怎样呢? 难道剪多马克思的头发? 所以, 这些盲目的规定, 又说, 要理智追星, 究竟标准又如何? 这里, 马上请教一下, 吴奇康, 他自己觉得, 你现在流行的那些, 那些知名演员, 他觉得不行, 他就捧一批出来, 他国内捧的那些是什么? 奥运建议, 红豆豆, 军人里面的, 标青的, 拿奖那些, 那些, 有一些是良好教师, 一些良好的社会公民医疗人员, 他觉得, 那些就应该学了, 那你的研究, 你看南韩, 或者看中国, 是不是官方打压了一批, 他认为是由头粉面的, 不健康的形象, 就可以让大家接纳他捧出来的那些形象呢? 我觉得, 其实真的, 只要是越有压迫, 越有另一种抵抗的心理, 这是很多自然界定律来的, 我觉得, 这是反映到, 香港的MIRROR, 这么有人气的原因, 很多人常常会批评, 他们说他们, 就是一样, 又说他们是由头粉面, 做到像韩星那样, 但是, 偏偏就会引起更加多人喜欢他, 我觉得, 其实, 这个规范, 艺人形象, 这件事, 在韩国一定没有, 也是很看市场,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市场, 政府觉得, 如果你这件事, 帮到我, 去振兴我的国家经济, 我们的明星, 还好, 我支持你, 如果你找到这个市场, 邓家可能会扔钱, 甚至扔钱去支持你, 因为韩国文化, 其实, 不是一时三刻爆出来的, 这真是很靠政府和财团, 如何瞄准了, 原来我本土的文化, 是可以救到国家经济, 那时九十年代, 亚洲金融风暴, 还有九十年代, 那时的荷里活电影就很厉害, 就是全世界都很厉害, 其实, 韩国总统那段时间, 会想发展自己的本土文化, 就是因为他来自一部电影, 就是《珠罗纪公园》, 那时这部电影在韩国, 哇, 人们纷纷入场看, 这是西方电影来的, 是的, 总统看到, 他们的票房收入很厉害, 在韩国里面, 那么多人受欢迎, 他自己计算一条数, 金融三, 自己计算一条数, 我的现代汽车, 重工业那些东西, 我要生产成150万部车, 我才可以抵触到, 碰到, 珠罗纪公园, 在韩国的票房收入, 那我为什么不发展文化事业, 我为什么生产不了一部车, 还未必有人买, 那时韩国的本土车, 这些东西未必最受欢迎, 那他们就觉得, 喂, 好像发展一下, 好像学一下, 荷里活那种的公式, 会否成功呢, 其实已经上市了, 90年代开始, 但是就无奈地, 当他一落台, 金大宗一上台, 就金融风暴了, 但是令到金大宗更加有决心, 要继承一件事, 一旦韩流就这样开始, 正因为这样, 他就说到是政府支持的, 关键是向哪个方面支持, 以及支持条路怎么走, 接着就是说, 你用什么方式来支持, 好了, 我又扮一下大陆的官员, 为什么我政府没有支持, 你看一下, 中共百年, 我就支持了百年中共的戏, 电视剧都有, 现在香港还在播放, 接着你说, 你说我没有支持, 我其实支持多少, 国内八一电影厂解放军, 很多中央, 大陆的中央电影厂, 我什么时候, 见国大业, 我又支持, 什么时候不支持, 现在问题, 你所说的支持和现在国内的支持, 两种支持模式, 成败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真的是, 经理人市场去瞄准大家的需要很重要, 是, 其实这个当时, 朴槿惠政府的时候, 都试过, 好像一种模式, 想拍摄一些歌颂政权的事情, 因为其实, 在朴槿惠政府时期, 当时正正是韩流发现得最厉害的时候, 但是, 当时朴槿惠对于, 那些传媒, 政客, 以及反对派的打压, 其实是很重要的, 它是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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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令整个韩国, 大家都对韩国有很不同的看法, 但是, 在本土里面, 就有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打压事件出现, 我这本书都有讲到, 其实就是, 这本, 《韩流是这样练成德》, 因为它里面是对比了很多中国的文化政策, 所以, 不是介绍本书, 是希望看到政策里面的差异, 就是给了很多韩流, 很多inspiration, 其实我觉得, 普金卫政府当时, 曾经说过, 曾经说, 私底下约过一些导演出来见面的, 就是政府官员, 他们说, 喂, 最近拍一些电影, 好像不太说政府, 不太赞颂政府的东西, 只会说社会问题, 这些不太高兴, 看到之后, 不太想投资你, 但是, 你可不可以拍一些灾难片, 但是, 你将总统化身成像英雄那样, 总统救国的, 这些就是剧本, 你拍这些, 我就投资支持你, 你喜欢拍多大制作都没有问题, 是有这些事情发生过的, 但是当年, 那时候, 其实很多导演都看不顺眼, 迫锦韦政府和李明博, 媒体也很多都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其实, 那时候的媒体和导演很多, 例如2014年, 就出一套《逆权大撞》, 就说朴正熙这些事, 就是朴槿韦的老爸, 还有当年, 全斗焕如何打压人民那些事情, 那, 那这个导演就照出了, 在这个时期, 就被人打压, 被人封杀, 那时候, 朴槿韦和李明博, 你最出名的是什么? 你弄了个名单, 文化界黑名单, 有这些人做的电影, 舞台剧, 音乐, 甚至电影号, 全部封杀, 不支持, 一粒钱都会扔下去, 但是, 那些演员和导演有骨气, 照拍, 我照做, 例如, 现在很出名的宋康浩, 上流警生族, 他被人打压很厉害, 那十年期间, 但是, 他照舊有骨气, 照舊有人找他拍戏, 但是,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 都少了很多作品, 但是, 他自己有骨气, 都不会低头, 即是说, 无论去哪个地方, 如果官方用他的公权力, 用他的资产支持, 去打造他自己心目中, 觉得好的, 多数, 你这个行为, 已经是激起了, 市场, 或者受众, 本身觉得, 你这个做法不应该, 你接着, 拍些东西出来, 歌功众德, 你刚才说过, 韩国, 霍锦慧他们, 大陆已经很清楚, 你越是歌功众德那些, 你不包场, 你不送票, 场面更冷清, 你来到香港都是这样的, 好了, 我又讲台湾, 台湾那时候, 蔣介石年代, 那边的中影, 一样拍很多, 什么黄暴军云那些, 歌颂国民党那些, 但结果没人看, 到最后, 他又打压, 那时候, 台湾那些歌, 被台湾那时候, 国民党政府说, 美美之音, 什么姚骚容, 今天不回家, 这些年轻人, 你不懂的, 他们说, 你为什么说, 今天不回家, 他们正是反攻大陆, 那你这样, 无端端扯起来, 老百姓, 当然不喜欢, 就恨你了, 是吧, 所以, 现在, 我们看回, 从一个市场, 和那个年轻, 或者观众的角度, 大家很想选择自己的粉丝, 是吧, 国内现在叫做饭团, 即是这个圈子, 其实是由粉丝, 粉丝, 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体, 它现在国内流行的叫做饭团, 这一个就是粉丝这个文化, 国内开始禁止, 就是说, 喂, 你喜欢谁, 但你没有胡乱捐钱给他, 那这个粉丝文化, 或者一个消费, 你是怎么看呢, 韩国这个很厉害,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买一千个碟, 就是为了进入签名会, 其实很多, 还有, 我留意到一些新闻, 就是说, 不准一些歌迷之间, 例如A, 喜欢A名声的歌迷, 和B名声歌迷, 就不可以有吵架, 是的, 这个就说不行, 国内叫做护私, 撕裂的那个撕裂, 不要护私信息, 就是大家不要吵架, 但是这个韩国是很厉害, 很多的, 在网上论坛, 不停有骂战, 他们常常说,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甚至, 那些网民在网上, 会说很多人身攻击的说话, 其实这个, 就是, 这个在韩国有什么, 这些网民在网上论坏文化, 就是, 那些网民, 就是看这个不顺眼的, 我就, 我就, 在那些, 关于有他出现的新闻那里, 我就写一些留言, 就写得很差, 就是说, 这个整容这些老, 这么丑, 不要出来掀势, 就是说到这么难听的, 这些说话, 是有的, 就是说到, 多难听都有, 这些文化, 真的曾经试过, 令到有些明星不堪压力自杀, 这些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不过, 就是说到这些文化, 其实政府最近有做过事情, 就是跟一些, 好像我们香港的Yahoo, 那样的网站, 就是网上论坛这些, 有关演艺人娱乐圈那些新闻, 就不让人留言, 不准你, 就是让你看得了, 但是你不能留言, 你不能写这些伤害人说话, 那当然, 他自然有第二个途径, 去说什么, 但是至少, 在艺人之间, 最普遍接触到新闻途径上面, 他不会这么快, 就看到自己被人在骂, 被人在骂什么, 那这个是韩国政府正在做的, 就叫做不让护士, 但是没有去到说, 直接说到不明, 你们连这些都不准做, 追星都不行, 就没有的, 这个呢, 刚才他提到的, 如果是有伤害性的, 政府用一些大家可以接受, 或者规劝的态度, 来处理, 大家不要这样, 是有破坏性的, 我也觉得对的, 我不否定国内这个做法, 现在问题呢, 大家就说, 国内用的那一套, 就不是劝说, 而是禁止, 两个效果又不同了, 如果现在来说, 我尝试放阔一点来看, 有时这些, 你说粉丝与粉丝之间的意见, 的碰撞, 不是太激烈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一个策略, 是一个宣传策略, 两边都接受, 就是等于以前有些艺人, 骂分辨, 其实哪有分辨呢, 两个都接受, 不过是新闻来的, 当然, 你说这些是假的, 因为娱乐圈就是这样的, 所以不是到一个盲目, 或者影响经济等等的程度, OK, 但是如果是有太过分, 这个我都不反对, 官方是起了一些调节作用, 好了, 从这里来说, 就开始看两个问题了, 第一样东西就是, 这一类这样的, 你说追升, 消费等等, 会不会影响GDP呢? 因为, 其实现在, 这里要弄一点点, 国内整个经济, 它到最后, 官方都缺钱了, 你看看, 民营企业说, 纳一筆, 即是它用共同富裕, 这个这样的理由, 那它民间, 你说这么多钱扔下去, 如果这些钱扔下去, 政府觉得你应该花的地方, 对政府来说也好, 但是它现在是用一种, 你这些这样的人, 非法吸纳资金, 它是用行政手段, 搞到现在国内很多的艺人, 他都刊登这个赞同书, 即是赞同官方的立场, 内容就是, 你们不要将钱捐给我, 捐给有用的需要的人, 的团体等等, 但是, 那些网民我看回那些的反应, 我是喜欢捐给你, 我不喜欢政府, 要我捐那个, 我另外再给钱, 这个其实是一个选择问题, 你怎么觉得, 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事情, 有没有影响GDP, 实际上, 如果这样, 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产业链, 娱乐事业的产业链, 电影的产业链, 更加少了GDP, 韩流就真的影响国家的GDP, 其实是有的, 当然, 韩国的经济体系其实很简单, 因为其实都是财务控制着的, 就是三星, LG, 这些是掌控了很多CGA集团, 但是, 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 其实这些大财团, 也都积极去投资在韩国文化上, 例如刚才说的CGA集团, 就是其中一个, 它简直是可以叫做文化王国, 因为里面有一个副部长, 这本书都有提及的, 就是李美京, 其实他就是一个, 在海外读书回来, 在美国回流回来的, 他当时就觉得, 他学语言, 有韩文堂的那间大学, 但是, 没有人报的, 他就觉得, 为什么我自己国家语言, 没有人报的, 没有人看得上眼的, 其实这件事就是激发, 都觉得不行, 我要用我自己是太子女的身份, 用我的财力和实力, 去令到更加多人喜欢韩文, 喜欢韩国, 那么他回流回来之后, 就立刻说不行了, 我要成立一个, 就是专属文化产业的部门, 去投资电影, 投资影视的项目, 那些东西, 所以他也安排了一些导演, 去美国受训的, 去学一种荷里活的拍摄方式, 例如, 上流几生做过凤俊豪, 就是CJ和他合作无奸, 是CJ投资了这部电影, 令到他这么成功, 所以你说, 影响到经济命脈, 当然未必是最大, 但是在韩流来说, 其实就是, 歌迷付出的那种金钱, 是绝对支持到这个经济产业, 文化产业, 经历人公司都是找到的, 除了靠广告费, 靠自己拍摄之外, 你有这么高的人气, 那么多歌迷愿意投资到你身上, 那当然就令到更加多, 这些是良性循环来的, 你越多人喜欢, 我就会更加多制片商找你, 更加多广告商想找你拍摄, 就像MIRROR一样, 大家都很想找他, 欠崩头的, 所以这些是良性影响, 如果歌迷那种的热情, 怎样去洗成十几亿万, 是为了一个人身上那些, 其实是一个正面影响, 他们当然很希望有这些东西, 如果是这样, 中国政府其实现在在斩断自己的产业链, 你不要搞那么多偶像出来, 你追星, 人家本来是一个星, 人家在追星, 有背后一系列的经济链是跟着的, 但你现在连星都要杀了, 按下来, 你真的连自己的产业链都要斩断, 这边, 刚才五期刊提到, 就是经理人制度, 这个就是说到你整个文化背后的支持, 那个back up, 好了, 首先请教一个问题, 你经理人制度, 其实国内自己本身有发展出来的, 即是没有违法的, 国内自己本身是推崇这个, 或者有些市场电影, 什么战狼系列等等, 他也是有一批人去做市场等等, 但是现在, 他觉得有些人不行了, 甚至上, 那个所谓的经理人制度, 他觉得要完善, 所谓完善, 就是觉得现在不行了,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高晓松, 阿里巴巴, 即是阿里巴巴很综合发展的, 高晓松有一个音乐界的, 有分量有能量, 现在搞到, 他完全要, 要好像消失那样, 是吧? 这个呢, 有些人就说, 你在其他里面出现了这些声, 无论你是演员, 或者你是经理人, 他现在整个文化, 就是这个政策, 令到你的经理人制度, 是没有了的, 那你又觉得这一件事, 其实, 其实, 是不是又打烂自己本身的, 娱乐产业呢? 那个经理人制度, 我就很怀疑, 为什么要打烂它呢? 韩国经理人制度, 是很公式化的, 其实, 真是很, 要严格训练到艺人, 是能再歌再舞, 就是三样佳晶的, 那他们那种制度, 其实, 就是希望训练到一个素人, 将他变成一个, 好像是, 在台上可以燕光四射的那种明星, 那其实, 他们那种经理人制度, 就是, 就是, 当你做一个选手节目, 我要选这个, 选这个, 这个可以, 有potential, 我选他进来, 那样, 那样, 他们会, 和他做一些, 好地獄式训练, 帮一些艺人, 又, 唱功, 例如, 最好学一下乐器, 跳舞, 演戏, 这些, 各样都要做, 而且, 是连艺人的私生活, 都规范了, 有些可能会严格, 不让他们, 有自己个人电话, 收电话, 要睡在公司宿舍, 除了一些, 特别智日, 中秋, 过年之外, 就不可以出街, 和一些朋友, 甚至家人都不可以见, 就是, 免得令到分心, 所以, 他们有这种的, 严格的规管, 就令到艺人, 就要结身自外, 要自律, 当然, 那些艺人, 成名到世界知名, 才会放宽这些限制, 但其实, 这些经历人制度, 当然, 他可能会, 很多艺人的负面新闻, 你未必知道, 但起码表面上, 形象上, 是会令到艺人, 就好像健康一些, 会有很多规范, 令到他们觉得, 是很合乎大家的期望, 不会大家, 很关心, 他的八卦周边, 什么东西, 花边新闻, 这个其实, 也是一个寒流成功的例子, 他们将偶像工业, 那种塑造, 与经历人制度, 是相负相成的, 现在就是说, 我刚才听医康这样讲, 即是等于中国奥运建议, 或者体育事业里面的教练, 控制住你这些, 好了, 大家都觉得, 要培养一个成功的人士, 无论是演艺, 或者体育, 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讨论, 正因为这样讲的时候, 刚才提到经历人制度, 现在国内, 他就说, 你经历人制度不行, 就是说, 你经历人制度, 可能不知是分成, 或者那方面是最后的得益, 某个程度上, 有似国内的体育, 教练和运动员, 如果有奖金的时候分成, 又很可能因人, 因事, 因个团体, 一个项目不同, 有些教练可能是占大份的, 所以, 这个都是要一个平衡的, 尤其是你去拍广告, 拍广告你接回来的时候, 究竟那个广告费, 是那个经历人多些呢, 还是你那个艺人多些呢, 为什么外国这个经历人制度, 我只是制度, 不是港外训练的, 又行之有效, 在中国现在, 他就觉得, 你现在中国的经历人制度不行呢? 这个制度, 他不希望, 即是经历人制度, 其实在韩国, 可以是很苛刻的, 刚才你说的, 来收入分成, 其实有公司曾经试过, 是9一对分, 艺人只有1分, 公司占9分, 当然看你名气, 如何去加加减减, 其实都是一个不健康的形象, 可能艺人辛苦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事情, 但未必找到应得收入, 其实很多人都批评过这个问题, 很多歌迷之间, 有些曾经向经历人公司投诉, 你这样对我的艺人 我给多少钱没用,你都赚了 我的偶像都没有,开不了饭 你又开到饭,那怎么办 所以其实这个是曾经长久以来的一种争议 其实到现在就少了 可能是八二,没有到九一这么严重 没有到这么懸殊 除了分省之外 其实都可能会说到 对于艺人那种如何喝下 就是曾经试过有些经营公司对艺人不好 是会虐待艺人的 是打艺人的 跳错一粒字 唱错一粒音都立即配合你 有的 可能国内想怎样去禁止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而想禁制 想有一种健康的工业发展 我不肯定 但是在韩国来计 现在就因为政府是不会干预这些东西 除非是涉及刑事的责任 所以才会用这些东西来禁止 例如韩国曾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 来到这一刻 发生了十几年 都是原案来的 是告不到那些大财团的人 曾经一个女艺人 现在自杀了 死了 他曾经被揭发 曾经被经营人公司安排 去性招待 即招待高官 乐天集团的那些 不可以的 这些是不正确的 这些是很大件事的 但是到这一刻 都是做不到事的 法律说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背后有什么 都是说 不能惩罚 所以如果你说禁止经营人制度 如果是为了这些不好的事来禁止 其实反而是好事 这些是没问题的 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 因为这是很明显的是非问题 所以我经常说 这个度 度 尺度 这个 宽度 广度 这个度很重要的 在中国 早前 有些艺人出现的新闻 有绿 同绿 接着发现 原来你整个电影率的收入 那个艺人占的比例 是很厉害的 厉害得 当然 不详细说 因为它的表面收入很多 但是它可能下面又要分出去 但是总之 比例就是在国内 你们艺人是很高的 在韩国 你刚才说到 经历人占很多 这个就是不同的层面 所以官方从平衡的角度 OK 但是如果官方用行政的手段 来处理来说 很可能是适得其反 正因为这样 最后一点点时间 再加上排行榜的问题 排行榜 现在官方说 你的排行榜全部是你那些 我自己制作的那些 都不见影的 所以它说 你的排行榜不健康 它要干预你的排行榜 你怎么看这个排行榜问题 以及这个排行榜 怎样才能做到公信力 应受性 韩国今天又怎样做呢 它们分很多排行榜 艺人名气也有 是名气的 是叫公信力 或者形象力 因为这些方面 其实都是 参考至拍了多少广告 出过多少首歌 很受欢迎 一些销量 综合来计 好像这种计分制度 定期会说 哪些演员 或者歌手 是最受欢迎的 这些排行榜 好像间接给广告商有个参照 就是这些人 你请这些 一定是大卖的 这些东西 但是底下的东西 你要想想 或者找他也可以 价钱低一点 这些排行榜 其实好像 比歌迷之交 一种比较 比较心 你那个第五位 我那个第三位 好像很厉害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他们好像现在 在串流音乐上 听歌的排行榜 歌曲榜 其实也很多 但是很搞笑 韩国很流行的东西 就是买榜 例如有经理人公司 这样做过 帮助艺人 就好像做到 突然间一出歌 这首歌一发布 一个小时内 可能有几千万人 一起按这首歌 做到的帮行榜 很厉害 第一位 有这些状况 就好像造假 这些东西 当然 其实这个排行榜 有好有坏 好的地方 就好像 给大家有一种 在艺人的角度 好像一种 越强越强 自己有种竞争 也反映到韩国的 明星市场 多到嚇死人 你要一夜成明 也不是容易的 但是坏的方面 我觉得 大家比较起来 越比较就越出事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刚才吴吉康提到 如果你说是造假 是造假的 会转高的 现在里面 很多社交平台都有 如果政府在这方面去平衡 最单独不可以造假的 令观众 受众表达 能够出自真心 去影响到 那个评价 可以的 现在问题 我看回国内的网民 说政府禁止这些不法行为之后 但是政府自己要吹谷那些产品 同样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是吧 是一样的 你看五毛 国内那些 甚至上我写一条 我赚你这个 有钱的 如果政府同样可以用这样的做法 这些是没有监管的 所以一定要讲道 所以今天讲了这么多偶像等等 大家都说 你不要盲目 或者不要影响了工作 不要影响了学习等等 这样的规则是对的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说 中国最大的颗星是哪个呢 中国最大 又是中国政府自己 鼓吹追捧的偶像是哪个呢 它是享受无比的资源的 哪里有人全世界没有人可以享受一个这么大的宣传费 但是中国有 究竟是怎样呢 大家自己想 所以今天很认为年轻人 很多谢年轻人 这个《寒流是这样练成的》的作者 吴奇康 在我们有一次 《亚洲中国与世界》的节目里面 讲过很多 比较新鲜一点 不严肃的 但是在轻松里面 同样看到很多问题 如何轻离随弊呢 是要各位一起去努力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